互联中心向家庭诊所发出通知 提醒他们预备足够的快速抗原检测仪和冠病口服药 以应付悉尼波疫情 受访诊所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应对 包括拥有足够的医疗资源 以及推出预约系统减少病人交叉感染的风险 记者李雨婷报道 旗下拥有超过30家诊所的医疗集团表示 近期到最繁忙的诊所看诊的冠病患者多了约一半 他们遍布各年龄层 多数是首次感染者 为了应付下一波疫情 集团将在几个星期内逐步推出预约系统 以缩短病患等待的时间 并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让病患者在家里用上一个APP 来看一下那个等待时间究竟是多长 衡量一下是否要来到诊所看诊 还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我们的远程医疗平台 这个旗下由9家诊所和提供远程看诊服务的业者表示 近一个星期前来求诊的冠病患者激增超过一倍 包括第三次感染的人 业者以确保诊所拥有足够的快速抗原检测仪和个人防护装备 以备不时之需 根据本台取得的文件 互联中心上个星期已提醒各家公共卫生防范诊所 由于近两周的本地冠病病例增加 而且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因此预请各家诊所准备足够的快速抗原检测仪 至于那些提供冠病口服药的诊所 则应尽早订购储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